您是否曾經因為騰不出手來找鑰匙而弄得手忙腳亂呢? 安裝電子式按鍵密碼鎖 只要一根手指頭就能夠輕鬆開鎖 電子式按鍵密碼鎖 共有三種款式可依您的需求自行選購 開鎖方式有 用設定好的密碼來進行開鎖 或是以遙控器來遙控開鎖 當然也可以以傳統的鑰匙來進行開鎖 但電子式按鍵密碼鎖提供了您更多更方便的開鎖方式 在安裝電子式按鍵密碼扳手鎖之前 您需要準備二號十字螺絲幾隻一隻 四顆三號碱性電池 確認門孔為圓形孔 打開內容物共有三部分 一為內外側鎖體 二為零配件 包含鎖鑰匙 鑰匙 擋板 以及螺絲包 三為使用手冊 保證卡 安裝說明書 首先將鎖鎖裝入門孔中 最後以螺絲固定鎖鎖即可 將外側鎖體的開關扭桿 穿過鎖鎖 開關扭桿必須垂直穿過鎖鎖孔 排線經由鎖鎖上方穿過即可 將IC排線穿過固定板上方的排線孔 將IC排線穿過固定板上方的排線孔 且將開關扭桿穿過固定板原型孔 以安裝螺絲固定內固定板 螺絲頸物直接鎖死 確認外側鎖體無外寫後 再以螺絲鎖緊 連接內外鎖體的排線 將內側鎖體與固定板結合 取出零件包裡的三顆鎖體螺絲 將內側鎖體鎖緊固定 安裝上四顆三號碱性電池 安裝電池蓋 先將電池蓋垂直向門板內壓 再向下滑置定位 即完成安裝 屍指、拇指、施力、底柱鎖體 其餘三指握住板手 將零件包內的結構前插入板手圓孔 向下壓 板手向外取出 重複以上步驟 同時將外板手於開鎖狀態下取出 內外板手呼喚並推入固定即可 輸入母密碼後 按下確認鍵 輸入功能代碼1 按下確認鍵 輸入自訂此密碼 按下確認鍵 設定完成 輸入母密碼後 按下確認鍵 輸入功能代碼2 按下確認鍵 輸入預刪除的密碼 按下確認鍵 設定完成 輸入母密碼後 按下確認鍵 輸入功能代碼3 按下確認鍵 設定完成 輸入母密碼後 按下確認鍵 輸入功能代碼4 按下確認鍵 輸入自訂母密碼 按下確認鍵 設定完成 输入新母密码后 按下确认键 输入功能代码5 按下确认键 设定完成 输入新母密码后 按下确认键 输入功能代码6 按下确认键 输入自定上锁时间 按下确认键 设定完成 输入新母密码后 按下确认键 输入功能代码7 按下确认键 设定完成 输入新母密码后 按下确认键 输入功能代码8 按下确认键 设定完成 输入新母密码后 按下确认键 输入功能代码9 按下确认键 输入预设定密码 按下确认键 设定完成 输入新母密码后 输入新母密码后 按下确认键 输入功能代码10 按下确认键 按下遥控器的任意按钮 遥控器成功配对 一款电子锁 最多可搭配 五组遥控器使用 输入新母密码后 按下确认键 输入功能代码11 按下确认键 设定完成 若家中的卧室 书房以及大门 都安装了电子室 按键密码锁 只需要一个遥控器 就可以同时开启 状况 安装好后 第一次装入电池 按任何键均无反应 造成原因 电池的问题或排线没接好 排除方式 一 更换新电池或电池急性 是否装反了 重装即可 二 检查内侧排线 是否插反或是没接妥 密码输入错误五次以后 需再等45秒 方能再行操作